有一個長期關心輻射危害的環保團體 叫台灣環境輻射走釣團 去年以隨機測量的方式 在全台灣137個地點 偵測人工核種 他們發布說在其中的102處 都偵測到自然環境當中 不該存在的人工核種 質疑和核電廠燃燒核廢料 沒有做好防護有關 我們來看的是 在這一項環保團體所發布的偵測當中 包括了台北市的國父紀念館 認為在這裡偵測到點131等 五種人工核種 還在台鐵的台北車站 偵測到有色134 在台中車站偵測到有1192 以及在清華大學的生技館 也發現有色137 台北醫學大學公衛系的教授張武修說 這些人工核種會傷害人體 點會激在甲狀線當中 這個色會引起嘔吐還有掉頭髮 至於衣可能會燒傷腸胃的內膜 但是圓能會今天就站出來了 他們出面強調 這些地點都派員去實地覆測了 結果除了清華大學的生技館 這是因為早年受到污染 但是現在已經核准拆除了之外 其他的各個地點 輻射的劑量都在正常的背景範圍之內 那麼會差距這麼大 圓能會表示 原因是出在環保團體 他們所使用的這個手提輻射核種分析儀器 解析度很低 很容易將天然放射性的物質 就誤判為人工放射性物質 所以不具公信力 圓能會還強調 即使是基於愛鄉土的理念 但是這樣公布數據 會引起大眾的恐慌 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交通樞紐 台北車站 人潮進進出出 絡意不絕 但國內核能團體覺得這裡 偵測到不該存在的核能輻射物質 覺得滿誇張的 可能擔心對身體有傷害 會有點驚訝 覺得就是各種公共場所 民眾聽了先怕怕 因為核能團體隨機走訪 全台137個地點中 就有102處偵測到輻射物質 台北和台中車站驗出了 色134和1192 國福紀念館也偵測到了 包括點131在內的 至少五個核種 看看例如說在這裡目前 會不會養到 消息一出 圓能會不敢馬虎 帶著機器立刻到車站 現場實測 結果發現 其實是一個誤判 所以當結果的這個研判 需要一些專業的這個知識 也需要一些更親密的儀器來佐證 車站裡測出物質 雷到了外頭 再試一次變成假 但這些都是存在空氣中的 天然放射物質 圓能會解釋儀器左邊的數字 代表可信度 一旦測到的物質 可信度達到7以上 就要再交給進階儀器 判讀驗核種 可信度不夠的話 誤差就很大 台南海邊有土二三二 又二三二的天然核種 得到的可信度是四六跟七 可是它確實是有 我們都覺得是有可能的 強調無關可信度 驗出來有就是有 核能走調團研判 很可能是冬天的東北季風 將核一二場的低階核飛料 燃燒灰燼 帶進臺北盆地 為政府做好把關 不要讓危害人體健康的 核能物質吹騙全臺灣 郵電TV 李華 吳登麗 台北報導